為了提供新北日滴筍 市府跟國區農會合作鞦伴萬筍一日遊 野餐會以及展壽會活動 要請大家來體驗黑滴筍和吃滴筍的味道 天氣熱熱 吃清涼的日滴筍是一種健康用性的消暑方式 新北市的日滴筍不正當時 國區農會推出國市的農產品 要請民眾來吃看看 那新北市的栗竹筍我想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 我們大概統計農業局給我的資料 大概有1670公頃的帶重立竹石 每年的產值也達到新台幣有9億元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高產值的農業產品 立竹石其實它有高纖維 而且低熱量又是低膽固醇 盡量吃都沒有問題 目前市政府有提供新北市的日滴筍 要在7月旧版歐滴筍一日遊 押餐火和電視火的活動 要讓民眾最會來歐滴筍吃風味餐 我們一系列的活動 開始我們剛才有說得很順暢 我們辦理的 24號 我們有一個黃金筍饗宴 我也希望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來幫我們碰到 我們同一個竹筍饗宴 要讓大家來跟我們共襄盛集 新北日滴筍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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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農業或是化學肥料 農業共和這支福度 參小班農業 拿著產銷履歷跟有機認證 要讓消費者買來放心 吃的安心 記者 蘇鳳家 新北市場報道